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苏联也开始对中国提供大量技术援助 输出各种技术与人才 1953年 斯大连去世后 克鲁晓夫上台中苏关系继续朝有好方向发展 并且在1956年达到顶峰 苏联也进一步加大可对中国的援助 而东国也在苏共二十大之后 中央出现的乱鱼 这一问题上 声援了当时被孤立的苏联 也使得苏联暂时摆脱了困境 可是 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 中苏两国全面交捂 交捂的主要原因有两点 第一 苏联对中国的内政指手画脚 第二 克鲁晓夫开始全面否定斯大林 还实施了去斯大林的政策 后来 在中印边界问题上 克鲁晓夫又要求中国向印度让步 不过交捂归交捂 中国还是在尽力改善与苏联的 关系 1960年6月 彭真率领中国代表团 出席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 地点是起手都布加勒斯特 在此之前 克鲁晓夫就从1月起 就要求东欧各兄弟国兄弟的 一致对付中国 会上 克鲁晓夫不仅继续全面否定和批判斯大林 还对中国领导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 其他国家也一并围攻中国 克鲁晓夫说 我们早在二十大就全面批判和否定了斯大林 可你们还要在天安门和中国各地挂斯大林的画像 你们既然这样捧斯大林 那我回去后 就要在苏联挂高杆的画像了 彭真反驳道 斯大林曾经是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他领导苏联人民建设了社会主义 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虽然他犯过严重错误 但我们应该全面来评价他 肯定他的功绩还是主要的 错误是第二位 而高杆是中国共产党内高扰反党集团的头子 是一个阴谋家 野心家 与斯大林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你要挂高杆的画像 只能证明你是同他这样的人站在一起的 赫鲁晓夫听后非常生气 却又仰口无言 无法回答 于是 他便把话题又转回了斯大林身上 针对中国共产党维护斯大林的威信仪式 克鲁晓夫对彭真说 你们把斯大林与我们对立起来 彭真同志 你们的赌注吓得不对头了 你们若喜欢 可将斯大林的尸体搬去你们中国 供你们欣赏 到了1961年10月革命节前夕 克鲁晓夫果然将斯大林牵出列宁墓 焚尸后 又迅速被移到列宁墓后面 克里姆林宫围墙脚下安葬 可见 当时他带有讽刺意味的扬言 可以把斯大林的尸体搬去中国 并非是说着玩的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录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